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今次打印的有兩個型號 我現在手上這個叫做六角獸 印刷的時間是短一點的 它前面就是一個網狀的結構 好像蜂巢一樣是六角形的結構 把一次性口罩作為芯片放進去 然後把蜂巢放進去 然後把蜂巢放進去六二零零的防具 變成這個 可以有不同的顏色 我們選了Pastel Color 為什麼呢? 因為蓮蓉牆的MEMO指也是Pastel Color的顏色 這個就是龍捲風的型號 龍捲風的型號 這個就是它是旁邊 這裏就好像一個渦輪狀的結構 是入空氣的 對中間的Filter保護的程度 就會高過這個六角獸 印刷的時間是長一點 因為它有一個Cover 就打印了5D 以及N1L的數字和英文字 大家都明白 我相信過去半年有參與抗爭的人 都會明白什麼意思 走到這一步其實經歷過很多過程 最先就是這個 在網上有人出了這個設計 我們印了一部份 這個比較小 側邊是正方形入風的 比龍捲風入氣的比較少 所以我們一路改良 譬如將它整大一點 整大一點 側邊這裡 這個格數是多一點的 這個側邊大一點 希望可以入多一點空氣 但是大了之後就容易爛了 所以就慢慢進化出來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進化的版本 就是把同路角獸的分別是什麼呢 就是它把旁邊這個 變成這條坑入空氣了 政府經常講社會創新 社會創新 社會創新是甚麼呢 就是當一個社會出現了很嚴重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用一個創意的方法 去解決一個 每一個人都面對著的社會問題 這個叫做Social Innovation 今次的3D打印豬嘴 我觉得近年希望推广成为一个成功的社会创新计划 刚才夫子说到李克强领导的小组 要员当中起码有3个管理意识形态管宣传 包括王沪宁在内 管外交管公安 还有政法委公安部部长政法委等人坐在那里 一个科学家一个医生都没有 真是挺尊重科学家 我们的坏人很多时候不知是坏东西记得 对比一下我马上记得2003年 沙士当时都有一个国内高层专家对应小组 我马上记得当时的副组长是谁 我忘记了 高强 高强是谁呢 就是卫生部副部长 卫生部副部长是专业的 坐在那里 他不找一个部长 为什么呢 部长是张文康 张文康就是江泽民的御医 当时的沙士在广州爆发了 爆完之后 他到处传 传到香港 刘教授 然后在广州那里 由中山开始宣传到河园 东边 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很多人抢醋 是的 煲醋 结果就是大家抢醋 害怕杀菌等等 然后传到东莞 东莞有两个人煲醋 煲死了 为什么煲醋都煲死了 因为那些酸气 删掉槍等等 有些可能令到他呼吸有问题 到了最后 真的有怪病 又不知道是沙士 于是张德光看见 香港当时有专家在问 有怪事 结果就是 香港当时的杨永强 他就问国内 是不是有怪病 国内当时就是张文康 就是卫生部部长 是 他就对香港说 我肯负责任地告诉你 杨先生 中国没有疫情 为什么呢 原来那时候 事情是怎么爆出来的呢 陆陆续做我们采访 找回回 整个浪漫去脈 就是怎么样呢 原来当时广州出现了有疫情 当时的省委书记是张德光 是 张德光是什么 你怕影响经济 影响投资 先掩紧 但是后来 刚好就是全国最高人民法院 院长周强 做什么 他的女儿做生意 来到广东 发觉有些这样的怪事 回到去跟老爸说 老爸说 是这样 大家聊天 接着就跟江泽民说 江泽民就这样 找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 就落到广东 去到广东 张德光两个张 中央现在惊动了中央 于是就说 是是是 原本不承认 结果后来承认 承认了 不过他就补充了一句 搞定了 没事 所以回报到江泽民那里 他说搞定了 先掩住他 不要说字 结果疫情在国内 大家有没有留意 也是公开的 那些事情不是乱作的 有没有发觉 在广州爆发了疫情之后 第二个被感染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北京 就是小汤山医院 就是这样弄出来的 他说死五百多人 大家真的不相信 好了 当时 就是因为张文康不方便 再放在小组里面 所以先找副部长高强下去 他毕竟都是医护界的专业 但是今次这个小组 有哪个人是来自医医学界 卫生界 有什么 全部都是政治官员 所以这个可以看到 还有维稳官员 是有青的 全部有青在那里 这样夫子 第一件事跟你说 其实戴着口罩 要你做节目是很辛苦的 不重要 是很热的 热卷的时候就会点的 不重要 大家千万不要镜 就没事 只不过 如果你来到这间房 你想想 很多水 银灯照着的 是很热的 不重要 在大陸中南山也要说一句无铃两可的说话 这个肺炎 因为现在专家小组组长的位置已经不是他 在武汉发生,但源头不是一定来自武汉 不是一定来自中国 说这些东西其实是很不尊重科学的 在中共的体制或者共产国家的体制 有时做科学家 你要说真心画、直画,你都会刮实 而共产国家亦出了一些很大的很荒谬的一件事 叫做理心科主义 什么是理心科主义? Lysenko 在他30年代的时候 在前苏联史太林下面的一位 不是很厉害的科学家 农业科学家 懂得刷鞋 刷到史太林爺爺的鞋 他说你行的 OK 让他坐,指挥 他说科学是有违心的科学 亦是违物的科学 我们苏联搞的那些是违物进步的 他亦是遗传学家 有些遗传学 李深科的照片拿出来看看 麻烦,拿出来看看李深科 这件事是害死很多人的 即是说谎的科学家 这个叫李深科 整个俄罗斯人的样子 他是遗传学专家 是牵涉于农业的 他说有些科学 是违心主义反动的 在遗传学内 这个秘组叫做什么名字 叫做孟德尔 孟德尔发明了很多遗传学的知识 应用在农业 但是李深科的一个人 就说我们不用 这些是违心主义 因为孟德尔是神父 说了奋父当然是违心 结果苏联在农业上是有失修 他牺牲了两代的科学家 农业科学家、生物学家 不让他研究孟德尔的东西 这些是叫做伪科学 这个李深科特别长命 是活到1970年多 克鲁晓夫上台 仍然给他一招 力到克鲁晓夫下台 他才无法研究 这些悲剧 即是专权社会的悲剧 不尊重科学 亦没有新闻自由去平衡 在中国是否继续发生呢 富士 你看过那个委员里面 完全没有科学家 不尊重的 你要刷鞋 要说这些东西才能生存到 中国是否还是这样呢 说到这个问题 我想我经常说条块分割法 去看这些问题的时候 有宏观有微观 跟着看完之后 我们要分主和次 是两样东西 如果你说他是不是对所有科学家 都是什么呢 这么压制呢 如果现在中国的科学家 他是不理政治的 不问政治 只是集中下去 他做那个科研的 就是这样 当然你是政治挂帅 或者政治正确 逢迎到上面的 那些就更加风生水起 我刚才说过 张文康就是这样 是吧 他本来都有些医学水平 但是他更加要刷鞋 中国以前很多这类的人 但是如果你说 我真的集中下去 是做医生 做研究的等等 我又不理那么多 总之呢 我又不反你共产党 我又不投靠你共产党 要拿什么一官半职 要做人大 要做政协 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 现在他们都可以独善其身 那这些真是这些现象 好了 但是 这里有两个情况 第一 如果你是说真话 去到一个 就是 好像今次沙士 李文亮等等 他都不是说政治的 他是说出那个真相 但是你不理政治 政治会来搞你的 就是袁国勇现在 是吧 是吧 那变成了这些 就是 他本身都不是政治化 也都不是寻求政治利益 但是 现在那种这样的 就是 极左的文化里面 就是要去到一种 你要配合他说大话 是 这个情况 就是要指鹿为马 指鹿为马 如果不是 你有多少个才能 你 同样是会卡住你 没有定期 你说 袁国勇 因为他真的在这方面 有他的专业知识 现在 防疫 还有 他在国际上有影响 就是说他仍然努力地去尽他的能力 说出一些真实 尽他的能力 在这么刑格勢 在这么压力之下 这个令我想起 以前我们新闻界有个老前辈 肖乾 或者文学界有个巴金 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两个人 大家声声相识 有一句说话 两个都经常说 就是 我们说不了真话 但是 我们一定要保持到不讲假话 第一句说话 就是 刑格勢金 你坐在一边 你都不理 你又不写东西 但是 他们有一定的知名度 有一定的影响力 就等于 日本侵香港的时候 他找些知名人士出来 歌颂日本 他们说 肖乾 他说 我不能说出这些说话 我赞不到你共产党 但是 我最低限度 我不说假话 中南山现在这个情况 我从这个角度 我有些是理解他的 可能和朋友的感觉有些不同 我以前也采访过他 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大家可以看到 共产党这些文化 是多扭曲人性 多扭曲真相 是吧 你本来 在中央电视台 接受访命的时候 你说了 这个 有医护人员都感染 其实中南山当时 我们所谓的 中南山当时是非常轻 我们所谓的 他说了十个 但是 现在出现的数字 我用回官方的数字 他说 他说 武汉内感染的医护人员 他想着用来秋后算账 算你这个湖北当时的省委书记 那个叫蔣超良 蔣超良 为何现在想着被人开刀祭旗呢 就是因为蔣超良是王岐山的老友 大家关系好的 现在习近平如果他要大开杀界的时候 又不想你王岐山在二十大的时候 可能会成为一个挑战者 他就先杀你的将士 这里可能越讲越远 你看看最近海航事件 海航事件也是王岐山 做海南省长的时候 壮大的 其实海航已经变成一个民营机构 最近便吃了你 所以这些来说 已经是高度政治化 去影响到你的医护工作 去到这里的时候 我观察我没有访问中南山这段时候 因为都不方便 我感觉到他已经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 你看看他站出来领导入党宣言 以前他哪会这样 这个很奇怪 突然之间火触入党 所以有些人骂他 中南山 中南海 你去了中南海 这些来说 我觉得有些人是会有这样的激愤 但是我因为未找到真相 在这个问题上 我过去的那种接触 我觉得他仍然是在刑隔世禁之下 最单独他没有投怀送抱 某个程度上 我们又要稍微理解一下他们 即是等于 袁国勇他现在撤文章 大家想想 他说撤文章已经出来了 全世界都看到 而且他现在闹得多对 阿福智哥说两样给你听 其实那篇文章 已经有人将他翻译成为英文 可以的 全世界都出来了 这个我经常从策略角度去看 原则当然要坚持 但是有时是互借东风 进退有道 那个效果 即使我说撤回 袁国勇我说撤回 但是效果是一样的 效果反而反过来 更加爆炸性 看你共产党怎样坏 你压到自己 真话你又不能说 现在袁国勇 稍微退一退 最低限度不会影响到 他以后在国内做研究等等 他有实力 他不需要因为一个文章 断了以后的研究之路 而文章的效果 已经爆发性出来了 从这个角度 我们应该理解 可能有些朋友觉得 这些又是妥协主义 不要紧要 大家有大家的想法 你越抽起 那些人就越拿来看 那就是了 我说的是 美国政府 常常否认有UFO 越否认 那些人就越相信 一样是这样的道理 你信不信 那些东西 政府否认的东西 你就会相信 因为大家现在看到 共产党罵谁 谁就红了 跟着共产党自己的宣传 没有人相信 我想你们已经 有人相信 不要理 那些男士告诉他 我相信 那些刊外亲共华人 也说不信 我想他相信 我都说我不否定 他说某一个角度 他说那个角度 他说权威 要相信 就是调快分 他说一个角度 一个事情 不是所有角度 所以不需要花气力 跟他们谈 就是跟他们拗无意志 所以 去到这个位置 我觉得 大家看一个效果 到共产党做宣传 我想你们可能早前已经说过 习近平去武汉视察 那些事假到没人相信 你看看他 他站在后面 火神山医院 火神山医院 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临时搭建的建筑物 一辣辣的 习近平那张照片 是官方的 弄出来后面 火神山医院 但是他一个台阶 有几级 固定建筑物 后来 一些明眼的武汉人看到 这个是武汉职工疗养院 然后他刚刚跟火神山医院 是在隔离的 原来去了那里 就当下去了 还有一张更怪 又是官方发出来的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后来删除了 没有了 习近平穿着军服 跟军官 大家要抗疫救灾等等 无所谓 真的删除了 因为那张照片 你一看下去 看细致就知道 要穿崩了 同一太阳下 习近平站在那里 军队其他人站在那里 怎知地上的影 一个就向左 一个就向右 同一太阳下的影是这样的 那就厉害了 如果是以前文化大革命 这张照片会是反革命的照片 你的影怎么会跟总书记的影 是贵度而辞的 这不是反革命的照片 所以这些东西 他的宣传做得这么假 包括最近你说赶美国记者走 中国的理由就是 是你美国先做的 你美国赶中国记者走 不是 你早前移动了他三个 他又移动你那些 我经常说这些 大家就不要找个开始 因为你找个开始 就可以追溯我 我追溯你 中国就说 美国过去一年里面 是拒绝了四百次中国记者的签证 记者 一年 他又拿回这个数字出来 美国就说 你根本那些 你说新华社 你当它是一般记者 中央电视台 你当它是一般记者 你看看 新华社是在中国的行政序列里面 是列为国家的事业单位 中央电视台所有的钱 是国家撥的 你怎么会是民营机构 即是干部 是官吏 现在又骂人 我赶回你们的记者 你赶回那些 判回那些 《纽约时报》 《华盛顿有报》 《华尔街日报》 那些全部是民营 上次赶赶 你可以有权 美国资荫 美国资荫 美国资荫是美国资荫 美国资荫是美国资荫付款的 你可以这样 但你现在就告诉别人 你赶赶我新华社的 限制它 然后你买房子 支出 现在你做初一 我做十五 禮上往来 你说起来的理由就好像很响 但是实际上 你是将别人的民营的新闻单位 看成好像中国所有的官媒 你这些东西扭起来 别人怎会觉得你有道理 不过最没有道理的一件事 就是竟然这帮记者 这十几个记者 以后都不可以在香港澳门采访 这里我经常骂 民产党经常自掌嘴巴 为什么呢 他说这些东西不可以在港澳地区采访 台湾呢 台湾管不了 管不了即是怎样 他便间接承认台湾是另一个国家 亦都说 我管不了台湾 但是你间接承认台湾是独立的实体 这些东西就蠢得加零一 是吧 真的不是一般见识 你这个 真是笑死 如不可及 老实说 记者来不来香港采访呢 真是好看 都要由香港特区政府决定 入境处不让他 又不让这些工作线给他 你现在由北京外交部叫出来 你收不到 收不到 所以现在是一个全国左思维的表现 富之另外 在文化大革命 即是老毛当权的年代 都没有搞这些东西 最终他有驱逐英国记者 因为当时其实在中国的记者都不多 是 聊聊几件 但是他不会叫你驱逐了出去 通常经过香港 返英国之类的 他没有说你不可以在香港 现在搞到你不在大陆采访 你在香港 澳门都不能进入 你和那位朋友 不要在那个年代来看中国 你叫他去看这个 是不是一模一样 没有改造的 没有改造 其实中国那种斗争的方法 没有改造 只不过现在物质丰富了 有西装穿 有胎打 关于美国的反应 我们休息回来是再谈过的 再看看大家 戴口罩是很热的做节目 不过为了你们 我们只要做 既然我们可以这么辛苦 夫子也很辛苦 不要紧 必须要 CLS Comments Like Share OK 留多点言 将我们的节目传开去 上星期做得很好 都不够的 你传开 一传十 十传百 另外 记得 Like 还有 262 9640 262 9640 捐钱给我们 现在被人亡标了就没有收入 你一定要让我们 起码有钱交电费 否则我们战屋也做不到给你们看 我们休息一会 回来再谈谈 由12月开始 我们有大力推外卖 新蒲冈 外卖自取是全单九折的 消费满100元 就是九折 再送一支酒精的消毒出酒液 这个我们断了很久的 这个是精芯製作 有噴霧剂 这个就是月醇 月醇 金油 加上雙氧水 去照着HongongYu的比例 构成的 如果你新加入成为Storlick 我们那个APP的红米会员 就八二折优待 外卖送货 这些是自取的 如果送货 每张单消费每100元 就可以送去某些指定的地点 送一个泥汤给你 和一支支手液每100元都是这样的 新蒲冈外卖送货呢 新蒲冈哪些地方以前不送的 现在都送了呢 我们请多了伙计去送货 就是商喜街 大友街 五方街 那些工厂大厦 六合街 八达街 三竹街 景福街 是 彩仪花园 这些地方全部列入去 是我们送货去的行列 三间时代冰室 九龙湾 有得送外卖 炮台山和马鞍山要自取的 无得送的 无论外卖或者自取 每一单消费满100元 就可以获派一支出手液 每一张单消费满200元 就可以获派两支出手液 如此类推 派完为止